这一座岛叫做Manus Island 它在哪里呢 Manus Island 它是这个名字Manus Island 它是Papua New Guinea的一座岛 我们看一下它的位置 在这里红点的位置 那么这是Papua New Guinea 这是澳大利亚了 然后这里就是台湾 这里是日本 这里是美国了 OK 那么这一座岛 它是长100公里 宽30公里的 长100公里 宽30公里的一座岛 当年日军美军也曾经在这里作战 当然也包括澳大利亚 这里有一个飞机场 它叫Momota飞机场 修在了岛的最东边 那么这一座岛的话 它并没有什么中文的资料 这里有一个ManusIsland.com 看起来在吸引旅游业 尤其是吸引日韩的旅游业 可是这一座岛上是什么样的呢 它大约有5万人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找到这个岛上的照片 它大约有5万人 我们把它称作人形垃圾场 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岛上有5万人 它是巴布亚 巴布亚兴吉内亚的一个岛 那么这个岛上有detention center 也就是拘留所了 很大的拘留所 它叫做Manus Regional Processing Center 就是说有一些难民会跑到澳大利亚去 我们看到这岛上 有一些难民会跑到澳大利亚去 澳大利亚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呢 大概就是2000年之后 澳大利亚把这些试图登陆澳大利亚的人 给他们来了一个叫做太平洋解决方案 把他们丢到这座岛上去 就是丢到我们这个红点上的这座岛上 这叫做Pacific Solution 太平洋解决方案 那么这些人被丢在这里来干什么呢 他们什么也干不了 他们是难民 大概把1000人就给1000名透渡客 就给送过来了 那么这些透渡客在这里什么都干不了 他们只能在这里等着 后来呢 这个detention center 这个拘留营呢 就说是要解散了 解散了之后呢 那设备都撤走了 可是里边还留了200多人 我们知道澳大利亚在历史上就是 英国人把一些犯了罪的人 丢到澳大利亚州的岛上 所以这也是有历史传承的 这个Pacific Solution 丢到这个 Manus Island 丢到Manus岛上 据说难民也是修在了他的岛的东边 然后到了18年的时候 18年的时候 因为这座岛是一个地理位置还是相当不错的岛 而且它有深水港 它有深水港的含义是什么 就是说它可以修深水港 它可以修深水港的意思就是它可以用作军事用途 可以用作军舰的一个停靠港口 那么中国其实是很有兴趣来这里修一两个军用港口的 或者用民用的名义也可以 那么这个时候澳大利亚又说 他们也想来修一些军用设施 而实际上澳大利亚在此之前 因为这一座岛是在二战中 曾经发生过日本和美国之间的战斗的一座岛 所以澳大利亚海军曾经在这个岛上 在1974年之前 他们都是有一个驻军的 他们是有一个海军基地的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他们把那个难民关了之后 他们撤跑了之后 丢下200多个难民在里面没有管 那这个时候18年他们又想来修一个军用设施 又开始来谈 就是这样一个岛 我们再看一下这里有没有一些能够看到的岛上的情况 这里有一个叫Lauren Gao集市 有一个市场叫Lauren Gao市场 Lauren Gao市场在干什么呢 这个房子也有点太破旧了 Lauren Gao市场就在这个城镇里边 刚好在海边 旅游很好的 来旅游很好的 我相信你还是不要相信这一句话 那么这是设施很好 房间很干净 就是这里还放了很多吸引游客的这个描述 可是这么多事情摆在这里 我相信还是前去旅游者敬请留意 我们看看Marnus Island的其他方面有什么值得看的东西吗 它的History 它最早是在191528年 也就是在大约400年前 有西班牌的探险家发现的 这个探险家的名字叫Alvaro de Sávajá 它开了一条叫做Carrick Florida 在1528年 也就是在390年前 第一次看到了这座岛 然后它想回到这个New Spain的时候呢 它绕着这个岛转了一圈 那么后来的话 它绕着这个岛转了一圈 它发现岛上是有人居住的 有本地居民居住的 它们划着那些独木舟 并且呢 用弓箭来射它们 西班牙人抓住了三个土人 然后就 干什么 Return的 最后呢 当它第二次想回到 他们把这座岛命名做 Yuris Lagrada 这个是西班牙语 我们知道它是应该怎样发音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这里是由美国的这个 这里是由这个澳大利亚皇家 澳大利亚帝国军的这个第一独立联 B牌驻守的 并且呢 给他们当地人送了一些医疗的东西 1942年的时候 日本人轰炸了这座岛 主要是攻攻炸那个 广播天线了 在 42年4月的时候 日本人用一艘巡洋舰 和一个那个运兵船 登陆了 澳大利亚的士兵就退到了丛林里面 1942年后来 日本人在上面建立了军事基地 那么 44年3月的时候 44年又打了 又打过仗 那么50年到51年呢 澳大利亚政府 审判了一名日本的战争对犯 这个战犯 这个战犯很有趣 他被澳大利亚的军事法庭审判了 但是他实际上已经被英国人的军事法庭审判过了 因为他在这个一个叫做 Suchin大屠杀的这个事件中呢 在新加坡的一个屠杀中 他是犯有战争罪行 所以他的判决是终身囚禁 但是当澳大利亚人发现他的时候 在香港又发现了 他曾经杀死过澳大利亚和印度的这个士兵 并且这个销毁了尸体 所以澳大利亚军事法庭又对他进行了一次判决 并且把他给吊死了 后来有一个美国的人类学家叫做 Margaret Mead 住在这个岛上 并且写了一本书叫做 新几内亚长大吧 并且获得新生 这样的一本书 OK 这就是这一座岛 它的名字叫做 Manus 它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座岛 一座北边的岛 那么最近的话 如果澳大利亚人其实 只把这个岛当做一个人形垃圾场的话 把难民都丢到岛上去 然后故意让这些难民在岛上受苦 这样就不会有更多的难民去涌向 尝试到澳大利亚的海滩上去登陆 那么 中国人如果要在这上面修军事基地的话 澳大利亚人最好也不要来管 反正这就是它的Pacific Solution Island OK 现在这个岛上应该还有澳大利亚人 这位应该是从阿富汗来的澳大利亚人 这一位也许是从伊朗来的 这一位我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 那么 这就是岛上的一些 居留设施 就是他们在关这座岛的时候的情况 他们澳大利亚人说 巴布兴吉内亚的人会把这个居留营去关了 巴布兴吉内亚的人说 他们不知道有这回事 我不知道 你说全部都不同 都不同 都不同 好 这就是一些岛上的 Detentioned Asylum 被拘留的难民吧 就是这样 这么一座岛 这样的一座岛 我们刚才看到有一个地方 就是被轰炸的地方在哪里 Lang Bram Naval Base 我们看一下这个Lang Bram Naval Base 是什么一个Naval Base 能不能在这个岛上找到这个 Lang Bram Naval Base在这里吗 不可能吧 在岛的这个海军基地修到了岛的正中央吗 显然Google地图 也找不到澳大利亚人的海军基地 OK就到这里吧 拜拜 一个人形垃圾场 秉承澳大利亚的光荣传统 好的 好 对 对 好 好 好 OK 好 孙子